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亲亲 559集 魏江的手跟萧冲的头顶迅速接近 方言只能是干看着着急 此时他也是满身疲惫 凭借他的速度是不可能拦下魏江的 就在萧冲和方言都是万念俱灰的时候 张帆的口里发出了一声爆喝 身材微胖男子腹部的位置 已然完成了结痂 张帆的身体更是犹如一头模糊一般 朝着魏江的方向扑来 就在魏江的手距离萧冲头顶不足20公分的时候 张帆的铁拳一致 而后重重地轰在了魏江的手掌之上 在这巨大力道之下 魏江的身体轻刻间倒飞而出 而张帆却是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 方言和萧冲体内真气几乎已是完全耗尽 而且两人也都是受了重伤 他们这种拼死的打法 魏江也是非常不好受的 他体内真气仅仅剩余了原本的五分之一 纵然他的境界要比张帆高 但此时也绝非是张帆的对手 倒飞而出的魏江 强行控制住身形 一脚蹬在了钢筋混凝土的墙壁上 只见那墙壁狠狠一颤 随后墙壁之上浮现出了猪网般的裂纹 可见这撞击力道有多大了 江卫将击退 张帆轻轻地按压了一下 萧冲手臂关节的位置 而后边看他分别 在萧冲三个关节位置轻轻拍打 咔咔咔三声脆响过后 萧冲的手臂居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萧冲了 没什么大碍 萧组长 这次多谢你了 张帆感激 刚才萧冲可是为他买了命 张先生 您太客气了 与共与私 这些事都是我应该做的 在萧冲看来 张帆对他是恩重如山 另外 这魏江作为悬门中人要害人性命 他作为灵异部门的警察 也是必须要管的 张帆看了眼萧冲 没有再说什么 把目光又投向了 正站在对面 满脸严肃的魏江的身上 这魏江乃是一个最大恶技之人 从他用腹蛇毒丸 骇人的作派便能够看得出来 所以 张帆是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魏江也从张帆阴着的目光里 看出了张帆的想法 就在张帆 想继续攻击的时候 魏江沉声道 张帆 想必正在的势力 你也清楚 我劝你还是不要对我动手 要不然 你到时候没办法收场 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他这话里 充滞了威胁的味道 听到这话 张帆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笑容 那是你死以后的事 我的事情不用你费心 你还是多操心操心 你自己的事吧 听到这话 魏江嘴角微抖 他明白 威胁张帆的方法 恐怕是不能奏效了 短暂的思考之后 魏江收起了脸上的冷力 浮现出了一抹和善的笑容来 张先生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 想继我们正家之手 除掉你的人是谁吗 你放了我 我就把他的情况告诉你 你这是在和我讲条件吗 不要误会 我只是想跟您做个交易 张先生 我这可都是一片好心呢 好心 那我多谢你了 可惜我现在已经不想知道那人是谁了 我只想要你的命 张帆一开始问魏江这个问题 其目的不过是拖延时间而已 而且 对于想借助郑家之手除掉他的人 不用魏江说 张帆也能猜到一个大概 另外 以现在魏江在正家还被戴绿帽子 不敢说的情形来看 魏江很可能只是一个催吧 不可能接触一些核心的东西 所以 张帆并不认为 他会知道 是谁想击刀杀人 听到这话 魏江脸上的表情陡然定格 不过 很快便是干笑了一声 继续说 那 你就不想知道 我的主子是谁吗 我没时间跟你磨叽了 我给你两条路 第一 告诉我你主子是谁 我就不会把你打个魂飞魄散 第二 魂飞魄散 张帆决绝地说着 以魏江的所作所为 把他打个魂飞魄散 一点都不为过 张帆 你 怎么 你生气啊 你如果选第二条 我立刻成全你 张帆说罢 身体便开始动了 几乎是亲口前 便到了魏江的面前 他裹满真气的大手 在魏江惊恐的目光下 重重朝着魏江的头顶 拍了过来 随着张帆的手臂 距离魏江头顶越来越近 魏江也是越发恐惧了 此时 他也终于意识到了 张帆的沙发果断了 在张帆的手 距离魏江头顶不足十公分的时候 魏江恐惧地大喊道 我说 我说还不行吗 听到这话 张帆那下落的手 陡然定格 那 你不会在我告诉你以后 还要让我魂飞魄散吧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 连自己忠心耿耿的手下都要杀吗 文言 魏江脸上浮现出了一抹难堪来 他下意识看了看 对面 那面色苍白躺在地上 濒临死亡的那身材微胖的男子 说吧 魏江看了眼张帆 略做思考 其实 对于他老婆给的戴绿帽子的事 魏江还是十分生气的 但是奈何 他身份实力卑微 只能是认真 他一想起这事 便会有一种白爪挠心的感觉 纵然是没想起这事的时候 心底也是总感觉憋着一股气呢 如今死亡白在面前 他反倒感觉心里没有那么强烈的痛苦了 甚至 还有种说不出来的 释放解脱的感觉 这道他没有想到的 魏江 情不自禁地自嘲般笑了笑 他此时非常愿意 把他的主子说出来 在他看来 张帆很可能会成为 那个帮他报仇之人 别想了 说吧 哎 魏江应了一声 而后 重重点头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